今天给大家做一道粗粮 用面点和菜结合的一道特色的美食 黄金条配虾酱炒鸡蛋 做这个黄金条 讲究面粉和玉米面的比例 咱们今天做的黄金条 全都是标准化的 标准的比例 咱们打在这个屏幕上 大家可以保存 面粉 细的玉米面 刻入玉米鸡蛋 你看这个是温水 咱们把酵母放入里面 还有白糖 让它融化 这是一个发面的面点 所以说咱们就开始 和面 先把粉给它调成絮状 分三次将水下入 和成絮状之后 咱们就给它和成面团 这个和面讲究 盆光面光守光 和完之后 咱们给它封上保鲜膜 封上保鲜膜 给它醒发自两倍大 现在这个面已经醒发好了 咱们打开看看 面如果发好之后 都有这种均匀的蜂窝状 把面团放入案板 开始揉 要把这个气泡孔 要给它排出 这面发好之后 这面还是很软 中间要不断的撒布面 否则它会粘案板 揉至光滑 揉至光滑的面团之后 咱们要给它搓成长条 现在取一个擀面棍 朝一个方向 均匀的用力 擀好之后 咱们就开始 用刀给它切成条状 大家可以看到 切成这种条状 切成条状之后 咱给它均匀的摆上笼屉 中间要留点距离 否则它一会儿 二次醒发的时候 它就会粘粘在一起 摆好之后 咱们盖上盖子 再次醒发至两倍大 大家看一下 醒发至两倍大 咱就可以下入蒸锅 开锅之后 咱们放入蒸锅 盖上锅盖 旺火足气 蒸12分钟 这个时候 咱们来做一道 搭配黄金条吃的菜 虾酱炒鸡蛋 首先来把大葱 给它切成葱花 碗里咱们来 磕入四枚鸡蛋 打散 放入一勺的又滑虾酱 再来放入一撮的虾皮 放入葱花 搅拌均匀 配上虾酱炒鸡蛋 注意一点 虾酱很咸 少放 起锅扫加油 油烧热之后 咱们开始炒鸡蛋 下去之后 不要马上的搅动 凝结一下再搅动 鸡蛋炒到这个状态 完全的凝结 给它炒熟炒透 开始装碗 时间到 咱们关火焖一分钟 大家看一下 这个黄金条 实际咱们蒸好之后 在家里就可以直接来吃了 如果你要在家里 在酒店里当做一个特色菜 来上的话 建议您像我这样 在锅里少放油 这个底面来煎一下 黄金条是一道 发面制品面食 那么煎 蒸 炸 烤 都可以 每一个给煎到这个状态 就可以了 还有点酥脆的感觉 还可以装盘 摆好之后 这一道黄金条 配虾酱炒鸡蛋 就做好了 鸡蛋好菜 每日更新 为您的美味生活增采 蛋炒饭 是一道简单的美食 越是简单的美食 越是考验功夫 怎样做到 粒粒分明 饱满弹牙的蛋炒饭 下面您看好了 蛋炒饭离不开香葱 咱把这个精选的香葱 给它切成葱花 这个香葱的搭配 也很讲究 葱白 葱叶 各一半 咱们选择四枚普通的鸡蛋 先把两个蛋清 取出来 放在米饭上 蛋黄 蛋放 再把剩余的两枚鸡蛋 打入碗中 那现在呢 把这个鸡蛋呢 打散 有条件的呢 可以用辅鸡蛋 现在呢 我们把蛋清和米饭呢 给它拌匀 这个米饭呢 要选择隔夜的米饭 蛋炒饭要炒好 有好几个因素 第一呢 要有毫米 最好是隔夜饭 现正的饭 不适合做蛋炒饭 因为它比较粘性 另外呢 选择好的鸡蛋 最好那种土鸡蛋 这个放羊鸡的鸡蛋 它特别香 蛋炒饭有很多个品种 不同的地区啊 都有不同的一些用料 和制作的方法 蛋炒饭源于嘴炒 赵国公羊树 爱吃碎金饭 就是现在叫蛋炒饭 后来嘴阳帝南巡到扬州 把这个饭带到了扬州 形成了今天的扬州炒饭 起锅烧热 加上花生油 这个油呢 要宽着点 咱给它烧至五成热 边搅动 边下入鸡蛋 炒鸡蛋呢 一定要注意手法 勺再旋转 鸡蛋细流 鸡蛋盛出之后 油如均匀的桂花一般 鸡蛋呢 炒透 咱就可以给它盛出来 沥油备用 现在呢 另起锅 烧油 烧至五成热 咱们把刚才拌好的米饭 下锅 米饭呢 充分炒散之后 咱们把鸡蛋 放入锅中 炒米饭呢 也有技巧 三番凉炒 不断地旋转 这样呢 这个米饭呢 它容易炒散 普世无华的蛋炒饭 只需要来一点盐 来调味 最后 葱花 撒在里面 翻炒均匀 椰子栏好菜 每日更新 为您的美味生活 争彩 咱们把这些卖 我们下期待 出品地震 两个月